石頭俊 這怎麼辦? 怎感覺不夠油膩 傳媒朋友非常寒冷的天氣 在這裡守候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詳細的情況 我覺得都不是太適合說太多 因為我估計這次被捕的人士都幾多 那就詳細的資料 我覺得現在都是個警方調查期間 那我不斷去發表太多的評論 但是就著我自己這次是被控 《國安法》裡面的顛覆國家政權這條罪行 在過去這40小時的被機留和調查的過程之間 我不斷反問我自己我做了些什麼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為什麼會被控 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究竟我有沒有這樣的意圖 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件這麼難以想像的事情 不過很慶幸今天依然都可以走出來 那現在我是保釋出來的 都想透過大眾傳媒簡單跟大家說一對 香港人加油 有關於案情或者被調查的狀況 我覺得都不適宜透露 保釋條件 都是現今保釋的 有多少錢 3萬港幣的 3萬港幣的保釋 有沒有收了旅遊證件 有的 但我覺得其實今次警方拘捕你 你覺得他們的用意是在哪裡呢 因為我對於整個案情 其實我自己都不是太過清楚 那所以用意的話 我都是作不了評論 有有沒有遇上過被控以這一條罪 當時參與初情的時候 當時都有一些聲音說過 有可能犯這條罰的 但到現在真是被人抓了這一刻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挺突然的 又因為是昨天的清晨時分 警方登上我府上 驅捕我 搜查我的家 還有帶我到我工作的地點再搜查 那所以整個過程都是突然的 那我自己都是沒有預料的 那又大致上是這麼多 辛苦各位傳媒朋友 所以會面的 即是六後坑期間 有沒有過法是非錄影會面 還是全部都是錄影會面的 我自己是進行一個錄影的會面的 所有都是的 我自己 你自己是 是了 每星期要不要回警署報道 未來都會要回警署報道的 但詳細的我要看回 這些資料我沒有留意到 麻煩你 那如果沒有特別問題的話 就大致上這麼多 再一次辛苦各位了 Thank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